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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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在兩年多前 推出了一個名師高度的 學徒制的訓練計畫 這整個方案的部分 它其實讓人感到非常的 有缺陷的地方 是在於說 它其實並沒有所謂的法源存在 再注意一下這個訓練行程 它簽約的時間其實是5月20號 但是實際上這個個案 它從5月5號就已經開始到工作室去工作了 應該是政府計畫案 會幫我篩選我的師父了吧 應該我的工作環境 我的保障啊條件啊 應該是安全了吧 雖然從前沒有很多 它不只是在 所謂的學徒去訓練 或者是學習的狀態 它其實也是有在做一些 所謂的工作 有些勞動 例如說去服務一些客人 這個1萬塊就是 基本上我扣掉房租什麼的 我只要4千多塊可以做日子 然後我每天只能吃乾麵 一餐15塊的乾麵這樣 天天這樣做 那我一天只吃2餐而已 一天大概只花生幾塊 那勞動部在2年多前 這個推出了一個名師高度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學徒制的訓練計畫 那它是在3年前的時候 2年多前的時候推動 那今年邁入第三年 那它本來的用意其實是要針對一些 10人以下的事業單位 或者是一些自營作業者 就是一些可能一些手作法或工法 像是一些裁縫啊或什麼的 它不是一個很大型的企業 那希望呢能夠 幫他們做一些在職的一些 青年人的一些在職訓練 跟一些培訓 那希望說這些青年呢 能夠得到這些手工業業者的一些 訓練的技術 然後從中呢 然後能去補助師徒雙方 第一個就是說 他必須每個月要訓練 時數到100個小時以上 那這個部分是要核爆到 這個勞動力發展署的 各的中部、南部、北部的分數 然後要去做一個回報 然後這樣子他們才能夠拿到一個補助款 那補助款的部分呢 他是補助師傅一個月五千塊 然後補助學生一個月一萬塊 但是呢 他這個學徒方案 必須要先做完三個月 就是說要超過三個月的一個期限呢 那師徒雙方才能夠領到第一筆的補助款 換句話說他會三個月後一次補足三萬塊給這個學徒 然後一萬五千塊給這個師傅 我覺得我一開始直接蠻開心的 但是師傅也是想很順暢 就是他說 雖然說我對於 我是名校嘛 我沒有拿到自己的東西 可是他覺得說 欸我對金工還蠻有想法的 所以他希望我 欸如果可以的話 我可以五月五號就先去工作 就是第一次看到那個 自己手工做的東西 就是一點一點敲出來 然後真的可以做的可以賣的東西 其實還蠻感動的 自己在那邊泡光泡了很久的這些項鍊 然後第一次真的 欸他真的就是可以賣欸 就過幾天就看到有人在帶了 是不是這個心情之後很感動的 但是 但是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話 弄成這樣 差不多我是五月開始造這個計畫的 然後到八月比九月初九月 我才拿到我第一份政府的那個 那在這段時間就是 沒有沒有政府居住的時候 我就是靠師傅的薪水 就是他們給了那個一萬塊的那個資金 對 那這個一萬塊 那個一萬塊就是 基本上我扣掉房東什麼的 我只要四千多塊可以過日子 然後我每天只能吃乾麵 一餐十五塊的乾麵這樣 天天這樣做 那我一天只吃兩餐而已 我一天大概只花三十塊在吃飯 其實是忽然就是在上個月月底的時候 就是這個師傅就突然就有一個預期來說 就是他覺得 在這個工作態度跟效果 會都做得不好 可是實際上 是台風天的時候 對 可是實際上就是在 我們所拿到的這個個案 所上拿的這個雙周制 就剛剛前面有看到 就是他會 每兩個禮拜就會寫一個 就是工作的心得 然後師傅也會有一些回應 但是在那些雙周制裡面其實 師傅都沒有非常明確的提到說 我認為你做得不夠好 或者是我認為你 不能 或者是沒有辦法升任這個工作 而是忽然就是在上個月月底 就是 颱風天來的時候 他就忽然發了這篇 這個訊息來說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終止這個部分 而且他還是要求說 就是要再提前到 就是他28號發的訊息 可是他說 受訊的時間只算到26號 其實在整個個案當中 我們會發現到說 這個中介團體的代表 或者他派出來的專員 其實是完全站在智芳的立場 從智芳的角度 來思考整個學讀制的一個立場 他在原來的訓練七月內容 裡面是約定一個月 一個禮拜是訓練40個小時 但實際上我們計算發現 他訓練的時數 他的時數是210個小時 220個小時 所以這個時數是遠遠超過 他們本來雙方之間 約定的一個訓練的一個 應該說是一個 約定的一個時間 那變成是超過很多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沒有想到說 這個中介團體工業總會 這邊的代表 卻偽造時數上報 給我們這邊的勞動力的 這個中部的發展署的部分 這是讓我們感到 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部分 在整個計畫裡面 他其實是並沒有去排除 學徒、師徒雙方 可以建立勞部期限 那在教導過程中 如認可徒弟的學習態度 或進度 有發展勞部期限的意願的話 那本計畫並不會禁止 換句話說 他這整個師徒方案 是不禁止 這個學徒跟師徒雙方 是建立勞部關係 在勞部關係的前提之下 來建立所謂的一個學徒訓練 那即便是這樣子的話 他也不會去終止補助 就是在這個公司工作的時候 他不只是說 學習一些技術的部分 他其實也代替師徒 去做一些DIY工作 的教學 那通話說 他在右邊這張圖 是他的工作日誌裡面 他也寫到 就是上DIY課程的交絕 然後裡面有提到一些他的心得 那師傅也在底下有回應說 就是面對客戶 要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然後要能夠去應對 等等的這樣子的狀況 當初師傅他們也是覺得我沒有想法 來叫我早點去工作 可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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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 他最後我離開的時候 一直跟我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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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 我 就是很不明白 為什麼 最後跟女生會講的不一樣 就是 這句話都化妝帶刺 就是說 你從那一天點臭到剩下 如果一個第一天前臭到剩下的人 為什麼要叫我來工作 然後也就會覺得說 應該是政府計畫案 會幫我篩選 我的師傅了吧 應該 我的工作環境 我的保障啊 條件這樣 應該是安全了吧 雖然說錢沒有很多 那如果雙方的權利義務的認知方面 產生了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是 勞動力 勞動力發展主 他整個計畫說明 跟相關的網站裡面 其實並沒有提供一個伸縮 一個協調的機制 要徵緒就是勞發署的 一些訴求 就是說其實像這個 這次這個個案 在台中的這個 媒合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應該要去追究這個 承辦單位 台中市工業總會的俗識 包括說偽造文書的部分 剛剛前面提到就是 個案手上拿到的這個 個案手上流存的這個簽到表 跟實際上後來這位專員 他去上層去做核銷的時候 他的那個簽到表上面 其實是有做變更的 那他是為了要去符合 例如說 現在勞擊法師 雙周八十四小時 所以他要盡量去把這個 時數壓低等等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要針對勞發署 就是我們要求的是 要全面去檢討這個計畫 因為如果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 這個一個政府的計畫 可是你的內容 其實是讓師父跟學徒之間 自己去訂定的話 那樣反而是讓學徒 獻學徒於福利 就是你如果說 你今天這樣的狀況 是完全不保障 學徒的權益的話 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那包括說像這樣子 這個目前這個政案 其實就是因為他認為 他有勞部關係 是一個口頭契約 可是師父卻不這樣認為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這樣子的爭議 或是有任何問題的申訴 他是應該要去建立一個機制 來去解決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這些學徒的權益 應該要回歸到勞擊法的保障 那包括說要能夠去保證 這個訓練過程的一些的基本權益 所以連同認為其實像這樣子的 這個學徒的這個專案 他其實還是要回歸到勞部關係裡面 那至少就是在工作上 才能受到一些勞弊法的基本保障 那在這邊我們也要提出一個就是說 民事高普計劃的一個 權益的申訴自然專線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真的 這個50個案 其實是有就是蠻多人 在這個計劃裡面 就受到一些不平的對待 所以我要呼籲的就是說 如果你也是參加過 民事高普計劃 或你現在仍然正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發現其實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就請你到就是我們的申訴專線 這樣 Essa就算時候 17個月 我 Way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